歡迎深圳頭髮奇講 我是山尤其 週刊爆料說國民黨立委 徐曉星先生的姐夫 在法庭大罵徐曉星瘋了 還說徐曉星的為人 外界都不知道 他講很多話都不是真的 甚至指控徐曉星 涉嫌潛艦聲聞 以及搜取回饋 還有內線交易等不法的案件 這個杜秉承還說 他手上是有證據的 但是徐曉星當然也火速 提告了杜秉承 還有週刊是加重毀謗 昨天一整天怪就怪在 立法院的記者 找了一整天都找不到徐曉星 徐曉星就只有 在臉書上發了聲明 還被抓包 這個聲明就改了四次 所以徐曉星真的沒有怕的嗎 徐曉星今天終於露面了 他說哪有 他心情超級好的 為什麼超級好的呢 他有把這些指控說清楚嗎 沒有 他心情超級好 是因為他說 他要報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的大料 說王毅川的涉嫌監控人民 那最後到底報了什麼大料呢 還是呢 只是想打這個爛仗 模糊焦點 轉移焦點呢 那如果是為了要轉移焦點 又為什麼要轉移焦點呢 南部成杜秉承的指控 真的打到了徐曉星的痛處嗎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人家本座家周維航老師 大家好 武黨吉桃原市議員與北城將軍 又齊好 大家好 財源專家邱敏寬 又齊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到是 哇 台積電今天沖上了900塊 而且還帶動了台股喔 雙創新紀錄啊 再加上德國媒體呢 今天還警告這個全球各個國家喔 說沒有台灣就沒有AI 所以世界各國呢都要關注 而且保護台灣的安全 因為台灣的安全呢 現在已經攸關全球的利益了 所以講到這裡 敏寬啊 小粉紅又要腦沖血啦 歡迎們 小粉紅要先腦沖血 但是先來跟各位說一件事情喔 周杰倫唱過一首歌叫千里之外 很多人都在看台積電 會不會真的來到千里之外 但再跟各位談一件事情喔 台積電今年24年開始要進入 連續三年的一個擴張期 這個擴張期呢就是第一個 全世界AI現在下下叫 大家都有目共睹嘛對不對 又起AI的單子也來了 也來了 然後最新的呢 現在據傳啊 現在新的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感測晶片呢 陸陸續續都來到整個台灣 所以台積電今年明年跟後年 特別是從今年的六月份開始 陸陸續續會有十家 包括了代工廠 包括了封測廠 會陸陸續續投產 所以現在呢 好戲正在開始 但我們先來說喔 昨天晚上美股先演了一場好戲 為什麼呢 昨天晚上整個美股 平淡胡奇喔 蘋果一個人一軍突起 那先跟各位說喔 蘋果現在已經跟各位說了 蘋果說我的AI準備好了 而且這一波蘋果量AI呢 他是跟OpenAI來做合作喔 結果現在呢 居然有一個人很吃味 誰啊 發生什麼事呢 馬斯克是OpenAI的第一任主席啊 那後來大家突然間發現說 這個主席喔 不是太公平 常常把很多特殊技術都拿來放在自己的口袋 後來大家決定把這個人趕走 那趕走完之後呢 現在呢 就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喔 為什麼呢 蘋果量AI之後呢 股價應聲上漲了7%對不對 結果馬斯克就說 哎呀 我跟你們各位說啦 為什麼呢 蘋果的股 蘋果現在用AI之後 可能不安全 所以他要禁止他旗下所有的公司喔 他說你只要來我這邊上班 通通不能用 通通不能用喔 所以說到底是為了安全 還是為了眼紅的一個問題 但現在呢 有一個地方眼紅也沒辦法啦 這個叫中國 為什麼呢 現在美國在禁中國 不管是科技從2018年這場仗 打到現在已經打到第六年了對不對 想不到今天呢 一個重拳打出去之後 中國都差點說不出話來啊 發生什麼事呢 目前在高階晶片當中 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技術叫GAA GAA叫做夾級全環電晶體喔 簡單的來跟各位說喔 就是先禁晶片該用的 他目前呢 因為現在電很薄弱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做出 特別的一個夾體出來喔 那現在呢 這個所謂的特別的技術呢 美國說我准你用 你才可以用 我不准你用 你一家都不可以用 所以呢 現在美國在禁 那在禁之後呢 如果沒有這種新的GAA 的一個技術呢 高密度的一個晶片 現在可以說是寸步難行 這第一件事情喔 然後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德國媒體講了一個大白話啦 什麼大白話 他說什麼呢 德國媒體就說 各國一定要來保護台灣啦 保護台灣不是出於正義 先跟各位說喔 保護台灣這個可是關乎你們各國的利益啊 那這個又期節目跟各位說過很多次了嘛 今天沒有台灣電話不能打 今天沒有台灣電視不能看 今天沒有台灣遊戲也不能動 沒有台灣通訊也都不能走 簡單的說 今天從最簡單的天上的一個衛星 到地上的一個汽車 沒有台灣的一個晶片 萬物萬事通通不能動 所以呢 他說第一個 沒有台灣晶片相關的供應會全部癱瘓 那晶片可大可小吧 我說最簡單的 這天氣這麼熱 晚上冷氣不要開 各位你敢不動耶 冷氣晶片不管是溫控的晶片 不管是時間的晶片 這個通通還是台積電做的啊 最重要的到整個人工智慧這一塊 那人工智慧這一塊呢 現在可不得了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GP200巨船有80萬號在等 所以目前台灣包括了 包括了廣達 包括了鴻海 目前呢 摩拳擦掌啊 台積電也在做當中 但現在最怕的是缺料 因為這一波記憶體呢 很多 它是跟不上來的 所以呢 德國媒體就說了 保護台灣 攪關全球的一個利益 沒有想到呢 除了台積電很厲害之外 我們來看聯發科 聯發科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在傳喔 聯發科現在要脫胎換骨啦 那田發科呢 先跟各位說一件事情喔 聯發科他做的東西其實非常非常多 他的整個所謂的晶片 也做的整個產品線是非常非常廣的 但聯發科只有一個產業 他進不去 什麼產業 桌上電喔 聯發科過去做的叫移動式喔 所以手機相關啊 其他的相關都是喔 但這一波據傳 聯發科已經吃下了大補丸了 為什麼呢他要進入了PC跟NB的一個供應鏈喔 為什麼呢 目前據傳微軟啊 跟聯發科說 哎呦過去大家都用那個什麼 Intel的晶片喔 Intel的晶片實在是太落後了啦 目前進度一直跟不上 所以呢 據傳現在聯發科 除了手機晶片之外呢 也用ARM的系統開發出PC跟NB相關的一個晶片 要開始生產囉 簡單的說齁 臺灣現在要進入了未來擺發 擺花齊放的一個境界 但現在呢 中國呢可以擺花齊放嗎 他也想啊 可是呢 前兩個禮拜 各位還記得那個兩個師傅在那邊手磨 我們在那邊磨啊磨啊磨 磨出了整個5奈米磨出了7奈米 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我真的嚇到了 5奈米跟7奈米是比紅雪球還更小耶 可以用手磨出來真的行嗎 那現在呢 重點是想不到最近呢 很多人就做得比較 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剛才又起已經跟各位說了 台股台積電收在909塊 台股收在2萬2千點之上 對不對 結果今年啊 單單今年 台積電就漲了48% 中心在這個時間點 全世界的晶片股都在漲喔 台加獨喬碎 那為什麼獨喬碎跌了7.5% 然後我就說 很簡單嘛 今天中心就是一直割肉 割給華為啊 各位還記得嗎 他的獲利衰退了69% 這一來一回不是差別太多了嗎 人家台積電是飛龍在天 結果你中心你割肉給華為 獲利衰退了69% 股價當然跌嘛 所以這個據傳是最近股價優勢以來 最大的一個差距喔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誰勝誰負 誰贏誰輸 大家心中應該都有個譜 結果就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我們來說 美國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居然說 習近平國外有藏錢啊 那習近平國外有藏錢 這個大家都已經傳傳很久了對不對 結果這個傳出來之後呢 所有的小粉紅粉倒在地 怎麼可能那麼少 你污住我們家習近平啊 發生什麼事呢 華盛頓郵報說習近平家族海外的 隱匿的一個資產是229億台幣 我個人認為喔 這個可能連零頭都沒有 連零頭都 229億台幣 可能連零頭都沒有 那種中國隨便一個紅二代一個富二代 藏的錢都比這個還多 然後網友就說了 你們這樣子 對不起我們的習近平 為什麼呢 原來習近平很厲害啊 習近平呢 他很會寫書 據傳他除了上班 除了治國之外 其他時間都在寫書 所以習近平寫了上百本的一個 所謂的暢銷書 他說我們家習近平啊 單單稿費都不只這些了 所以到底習近平 國外藏了多少錢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沒有想到 說了一個229億 全中國的小粉紅 全中國的網友都疊在地上 你們太小看我們家 習近平習領導人了 不過雖然德國媒體 警告世界各國 要保護台灣安全 因為台灣的安全 已經攸關全球的利益了 可是台灣自己也不能掉以輕心啊 這兩天居然傳出呢 這個有中國男子呢 架著快艇 一路從福建 就把船開進了淡水河 而且呢 如果不是因為 插輪到我們的交通船 一路就要開進台北市了 所以不只是網友罵翻 將軍這個事情真的很嚴重耶 超級嚴重 為什麼說超級嚴重 大家可以看畫面上這艘船 這艘船像是一個 可以暢行無阻 渡過台灣海峽的船嗎 看來不像 不太像 我為什麼說不像 它是單引擎 而且是外掛的 所以外掛引擎 它的船上面 有沒有擺足夠的油料 據它說 它跑了兩百多公里 這一桶油燒得夠嗎 對 第二個 船上有沒有淡水 有沒有淡水 如果萬一飄走了或幹什麼 它怎麼活下去 是啊 第三個 這個人沒有塞傷耶 這完全沒有遮蔽耶 沒有塞傷 沒有塞傷 它兩百多公里 十九截的船 那七到八小時吧 我覺得跑不掉 七到八小時跑不掉 在海上沒有任何遮蔽物 它的船上也沒有可以遮曬防曬的東西 它沒有被塞傷 一關整齊就這樣子過來 大家覺得可不可疑 好可疑 好詭異 非常可疑 但是當然 其實共軍 中國解放軍 無時無刻不再採取要接近台灣的各種參數 包含了船自航行的速度 配合潮汐 配合浪潮 配合風向 它要測出各種不同的速度 這很難測啊 因為你不可能自己跑一遍 我們以前在部隊 我們從湖口到屏東去演習 我都會先派兩輛車 在我大部隊 我出去就是幾百輛戰車 我先會派兩輛擊補車 先跑個幾遍 第一個路我戰車能不能過 第二個跑多快 第三個 有哪些路是死路進不去 還是有哪些路太小戰車過不去 都要先跑一遍 那請問解放軍 如果要對台灣動用武力犯台 他要不要有人先來跑一遍 一定要跑一遍 他如果沒有跑一遍 沒有參數驟然 突然就發揮大部隊的突擊登陸 很多的船可能都找不到方向 真的瞎子摸象 真的瞎子摸象 所以很多人說 沒有他很厲害 一艘當然厲害 我告訴你 你一個人開一輛車 從台北到台南去 沒有問題導航你就去了 你後面跟著兩百輛戰車 你敢不偵查就這樣開嗎 絕對不行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 我的解讀 感覺像先遣部隊 先期的偵查 而且那是我們呢 是幾乎是完全鬆懈 因為八號九號十號三天在放假 部隊大部分的人在放假 留下來的是少數留守人員 那留守人員雷達 觀測站還有港檢所都是三班制 都是三班制 他不會有任何睡覺的時間 那麼大家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九點四十四才在六海里偵測到 紅金號 又請你知道海巡的雷達範圍是多少 十二海里 只要進入十二海里 就是由海巡來掌握 十二海里以外是海軍在掌握 那麼海軍所掌握的是大型的船隻 這艘船我的研判 他大船留在十二海里以外 放下小船 放下小船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不然他怎麼都沒曬傷 沒曬傷沒有帶備油 沒有帶備水上面沒有任何糧食 就想過來了 所以這一定有一艘大的船 在十二海里以外 而海軍應該有抓到這個大的船 可是他沒有進來嘛 可是他放一艘小船 小船海軍的雷達有沒有掃到我不知道 可是海巡來一定掃得到 他就在測試 從十二海里放下來 然後進入六海里 進入彈船二口 要多少時間正在算 這是參數 如果一定會被抓 他知道他一定會被抓 算是說我要投奔自由 你能幫我怎麼辦 他已經想好了理由了 投奔自由 然後遣返 遣返回去 他有功無過 而且後來管閉林說他的身份 我才驚訝 他是解放軍海軍的艇長 對前解放軍少校艇長 所以他不是一個海盲 他是專家 他是專家 另外我告訴大家 這是非常嚴重 你說美國 其實美國都知道這件事了 連美國全世界的報紙 都在討論這件事 哇這麼嚴重 讓我們台灣很很丟人 非常丟人 趕快強顧沒有關係 該辦的辦掉 派更好的人上井發條 好好的守住我們的各個河口 不是只有淡水河口 好幾個 我告訴你絕對不是一艘艘船來撤 好幾艘 一年一百一十八個投套 對那只是這個被抓到而已 對不對抓到 抓到才知道他這麼可怕 沒有抓到怎麼辦 另外我講美國 美國其實美國 在整個臺海狀況 他是做了功課 這是誰 這是美國的印太司令 帕帕羅 他說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個地域景象計畫 他說哇好可怕 其實不是 本來臺海是非常和平的 對非常美好的 你看不管是法國 加拿大 美國的航艦經過 他們都穿的泳衣 戴著太陽巾 躺在甲板上曬太陽 表示台海是個很美好的地方 可是如果中國要武力犯台 他會讓他變成地域景象 對 什麼用地域景象呢 他說你們阿兵哥又不會來 美軍又不會來 不用來 無人機 無人艦 無人艦 無人艇 對 都在水面 都在水底 所以他講了 他說快速部署 阻止中共侵台 這是華盛東郵報的 專欄作家羅金 他講的 他說美軍的計畫 地域景象來阻止中國 突然攻擊台灣 不用來 無人機 無人艦 無人艦 無人艇 對 都在水面 都在水底 所以他講了 他說快速部署 阻止中共侵台 這是華盛東郵報的 專欄作家羅金 他講的 他說美軍的計畫 地域景象來阻止中國 突然攻擊台灣 美國印太市民 啪啪囉唆 西方四十年 誓服說服 中國你不要 不要破壞現況嘛 對 就為乎和平嘛 不要讓亞洲 成為很危險的時代 失敗 因為中國不聽 結果亞洲更危險 亞洲超危險 對 最主要的危機來 就是中國嘛 那中國可能的情況是 在沒有任何的預警之下 突然攻擊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突然攻擊台灣 這是一艘 老百姓的小船 如果他是武裝突擊船呢 上面裝滿了各種的武器 那各位想想看 在淡水河口 會造成多大的恐慌 所以就是美軍研判的 沒有任何的預警之下 突然間就來 快速攻擊 OK 一旦發現了 那你說美國怎麼辦 如果發現了 我們會有數千的無人潛艇 無人水面載具 以及空中的無人機 就是陸海空都在 但是都沒人 那你怎麼知道他在 因為沒人嘛 因為是沒有人的 所以即使被中國說 你們干預 沒有啊 無人啊 沒有美軍啊 那是無人艦啊 所以說 這一些無人艦在哪裡 說句實話 他不講 我們也不知道 在哪裡 因為偵察不到嘛 他在海底下 沒有人 他可以潛很久嘛 而且他不怕傷亡 他不怕傷亡 沒有人 我就跟你戰了 沒有人 你認為說 這些被抓到 一定會知道是美軍的 他不打logo 你找是誰的 他就在底下跑 所以這是AI 進行部署 就是無人的部署 然後如果你一旦來 我告訴你 這一些無人的載具 他上面所有武器配備 所有的攻擊鎖定 所有的狀況 虛擬實況 全部抓住 讓你一瞬間 你要侵犯台灣的 所有的海上裝備 空中裝備 變成人間煉獄 就是告訴你 不要輕易挑戰和平 如果你要挑戰 他是真實 而且可以交付的 這句話很重要 這不是幻想 這不是做影片 這是真實而可以交付 交付什麼 交付美國印太市民 帕帕羅的實際作戰命令 所以五角大廈 他正在複製了這一種無人 無聲無息 沒有跡象 但是可以突然間應付 各種突發狀況的 所謂的地獄景象計畫 另外我跟大家講 有很多人懷疑 他最近包含了國台辦 包含抖音 做了很多黑我的話 說你看余北城好笨 我們沒有Google 沒有GPS 我們有北斗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很精準 許小星來說會被對岸笑死 對內應者說會被對岸笑死 被對岸笑 比被對岸稱讚好 對因為解放軍 或者是國台辦 當然要欺負我嘛 因為誰叫我反共 我反共不會欺負我 那好像他覺得笑我 他覺得很開心 他當然開心 因為我要講一個實話 這艘船能來到臺灣 你認為他用的是手機嗎 他是艇長喔 他用的不是手機 航海用的是羅盤 用的是羅盤 如果你坐過郵輪 郵輪上沒有任何的WiFi 你到了海中間 你會有訊號嗎 你是沒有訊號的 所以海上用羅盤 所以我上次我是講說 如果共軍突然間登陸 就像這位60歲的這位先生 如果讓他登陸臺灣上來 你請問他知道 臺北市怎麼走嗎 他知道高雄市怎麼走嗎 如果沒有地圖 沒有內印 沒有人帶 連藍波到越南去 都要有內印 藍波夠強了吧 藍波夠強了吧 世界最強的戰士 他到越南去執行特殊任務 都有一個女生 那是內印來帶他 否則他會迷路 藍波都會迷路 解放軍不會迷路 所以你不要說什麼 我一天到晚講話騙人 這都是羅盤導航來的 那麼進入臺灣之後 如果臺灣沒有內印 去引導解放軍 他後面不是一台車 你說我到高雄不會迷路 第一個你有導航 第二個你一台車 開錯再轉回來就好了 沒錯 你來作戰後面是數百艘船 如果你登陸以後 你的戰車要走哪條路 你沒有分配好 我告訴你 所有戰車卡在沙灘上 就變成我們的火把 對 所以我才講 不要長敵人志氣 滅我們自己威風 雖然我們這個突賊了 沒有關係 找到問題解決 讓國防更精實 讓國家更安全 不過講到這個徐小鑫 這兩天大部分都在討論 徐小鑫先生的這個姐夫 突然在這個法院大罵徐小鑫 還指控了他涉及三件 這個不法的這個案件 包括了請見聲聞等等的 那徐小鑫也怪了 他不是這個嗆聲檢調來查嗎 昨天在立法院竟然人不見了 所有記者都找不到他的人 然後這個徐小鑫今天這個出來了 說我哪有我哪有怕 然後徐小鑫還講說 我今天超級開心的結果呢 他有把這個杜秉承的指控 講清楚嗎 學位 徐小鑫真的果然是一隻蜜歡 你知道嗎 他昨天喘口氣之後對不對 今天繼續出來再戰 你看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怎樣 杜秉承就是大姑夫有沒有 他在5月24號那天 就是引壓庭那天 突然間出來爆料講說 徐小鑫說真的 大家不知道他的為人對不對 他有很多案子沒有告訴你 包括什麼你知道嗎 潛見聲聞 收回扣 內憲交易 這三個不法 你看這指控都是很重的 很重他還說他手上有證據 對他手上有證據 雖然我是質疑說 杜秉承到底在消息來源 或者是他手上到底有多少 事證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那檢察官說真的 這個消息如果既然到目前為止 已經被報來公開了對不對 那檢察官不得不立案偵辦 所以到底有沒有 就等著檢察官來查清楚 好啦 那我就講說 其實為什麼杜秉承會突然間 在這個時候 嚴壓庭會爆料這種東西 因為嚴壓庭就是要決定說 他是不是要繼續羈押 那杜秉承今天他覺得說 我有話要說 那怎麼辦 被受壓進見 你有話要說 也沒人理你對不對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 把消息給露出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有發現 許巧欣這個大姑夫 跟他的大姐 老公的大姐有沒有 跟劉相傑兩個人 涉及這個詐騙案之後 一連串很多事情 你就覺得說有點詭異 是啊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的家人跟律師團 主要是叫什麼 叫林怡倫說你趕快翻供 認罪打起來對不對 大家都沒事 後來發現說林怡倫沒有上當 他老婆發現裡面的貓膩對不對 覺得這個律師有問題 覺得怪了 所以他接下來就幹什麼 你知道嗎 就開始要 保他大姐 劉相傑 叫杜秉承 你去試好了 對不對 所以他來講說 他講得很清楚 他都 許巧欣講說希望詐騙案 都重言辦理 這句話惹毛 這個杜秉承 杜秉承有危機感 這句話翻成白話文 就是說最好詐騙案 全都賣出來對不對 所以他就有危機感 他覺得說我這個時候 要是不出來講點話 找個機會放個炮 真的真的在裡面 都不知道會判多眾 而且在裡面到底 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他 他們你看之前他還指望 許巧欣在外面講了很多東西有沒有 包括他婆婆劉媽媽 那一百萬 到底是什麼借貸關係 還是他贈語對不對 都公開來講 這等於是隔空串政 所以裡面相關人的 現在大家被搓壓進監之後 大家心痛 臭心痛 到底是你掌握了什麼東西 你到底想到了什麼 你到底跟外界勾穿了什麼 我都不知道 這個時候唯有能做的事情 就怎麼樣 盡量自保 所以他就趕快 把這三個你看 這三個毀滅性的勢政的步伐 只說講出來 許巧欣你看 玉石巨焚 看你要把海蜜蜜裡面 還是我把海蜜蜜蜜蜜 就這樣開始講 好啦 那不管是怎麼樣 可是我說這個杜秉承 真的他就很擔心被人家切割 因為你看 許巧欣說清楚 我剛剛講說第一個是淋漁輪 接下來就是杜秉承 接下來就連劉媽媽都被切割 你看 所以只要現在可歌可泣的 他都全部都放棄了 只要保我自己就好 剛開始我還想保你們 可是發現我保不住了 那就一個一個一個 把它放掉了 好 那我們要講回來好了 這剩下指控裡面有沒有 其中一個那個潛艦聲紋 這件事情有沒有 說真的這個潛艦聲紋 真的是對於我們海昆劍來講 如果真的有聲紋外露 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你知道嗎 那當然顧麗熊現在是講說 我們都還沒有下水 還沒有測試 應該沒有聲紋這個問題 可是我真的要跟顧麗熊講 即使沒有下水對不對 那我們用的東西是怎樣 是繼承的 是像外國廠商買的對不對 外國廠商有沒有這個聲紋資料 當然有 我今天那個船講對不對 講業 發動機 聲納什麼東西的話 這些都是好的東西 做好的東西直接裝上去 那其他船有沒有 外國的船有沒有 當然有 他一定會提供這些資料給你了 所以郭喜才會跳出來講說 如果是涉及這個什麼 潛艦聲紋的話 事情很大條 那你為什麼這些 那一定的 對 你為什麼這些資料 當初他也質疑 許巧欣過 你還沒有當立委之前 你在當市議員的時候 你就對這個潛艦國賞很有興趣 一直發表意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講說 如果有的話 有這些資料的話 如果杜秉承講的是事實 那就有可能 第一個是什麼給你的 中共給你的 第二個是什麼 賣台集團的金主 第三個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當初來標這些海昆艦 製造過程之中 沒有得標的廠商 為什麼 因為這些廠商 可以得到一些海昆艦的 那個數據資料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樣講 郭喜就出來 講了之後 他質疑這一點之後 許巧欣今天就告了他 郭喜說他很無辜 他講完 他也沒發現什麼事情 他還在拼拼圖的時候 突然間人家記者電話就來 許巧欣告你 最後他真的很無辜 好不管怎麼樣 你看 許巧欣之前 還沒有當立委之前 他對這個潛艦國灶 一直很關注這些議題 對不對 而且他要選立委的時候 他就講什麼 我對外交國防委員會 很有興趣 所以你看他講這句話的話 讓人家不得不聯想 此地無銀三百兩 而且他還講說潛艦國 他要查他弊案 對 那你是不是告訴人家 講說 就杜秉承說查弊案 你自己本身可能就有弊案 他當初講這個事情 還沒有選之前 就說他對外交國防委員會 很有興趣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的廠商 或軍火商 就講說押寶在你身上 對不對 所以臺灣你看收回扣 內線交易 有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當然許巧欣都完全否認 而且他還發表五遍聲明 可是他在發聲明的時候 我是覺得 比較可好笑的一點 他發了一個聲明之後 後來被眼尖的網友發現說 他整個版本改了四次 改了四次 你到底是在緊張什麼 是很緊張 所以這個是不是心裡面 有什麼東西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杜秉承指控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看從他開始的話 人家就講說 這個真的是心火燎原 許巧欣的心火 為什麼 你剛開始從外交部的洩密案 對不對 當初被人家外交部告洩密 你跟吳釗燮 還用哈利波特的魔法棒 不是還跟吳釗燮對上了嗎 對 接下來你看你在精華城那個 都更宅 對 都更宅 買了這個房子之後 這些事情到現在還沒刷 接下來好 我們說你的財產申報 大家又回想起他全身名牌 那時候我們都在質疑 他錢從哪裡來 因為你的財產申報的話 說真的 你的錢 就是你跟老公的薪水 大概就是增加這些 那增加這些你哪裡來 多出一百萬給你的婆婆 對不對 劉媽媽 接下來你全身奢侈名牌 這些東西 從哪裡來 對 所以人家就講說 這是不是有什麼好感的好挑 因為那時候我們講說他財產申報 那一年多的錢 剛好是他跟他先生 在薪水上多出來的錢 那照理說這樣剛好 你又可以去借你婆婆一百萬 然後又可以去買奢侈品 那這些到底是多出來的錢 是哪來的 還有那天立法院 他還買了二十幾萬的裝備 所以大家在看說 所以現在他爆出來說 收取回饋跟內線交易 其實我們沒有說一定有事 可是因為徐小新喜歡連連看 不是 因為這些 大家就連連看 連連看的話 大家就在連這些過程之中 你徐小新說起來 你不要一個一個一個在那邊揮 你就乾脆把整個過程之中 這個整個東西 你把它獎金子說明 包括你的名牌奢侈品的錢 從哪裡來 包括你的劉媽媽一百萬 從哪裡來對不對 對 你就乾脆做一次性的說明 對不對 我常常講說你不要膽 好 那你看 他現在為了這些事情對不對 他那天不是講說 他的民調還第二名 你看這是不是又 他就故意把那個目標扯開 說我五月份 我政治人物好感動 第二名 我感動到他哭 感動到他哭了 哭完之後 黃捷就笑他嘛 就酸他說 原來你知道要被爆料了 所以你才會哭 是他 你看 那你現在又開始嗆了 你看 我說他隔一天真的是密歡 他只休息一天 趕快嗆 剪掉趕快辦 而且他拒絕接受訪問 對不對 而且他現在開始以戰指戰 他就開始又開始 挑起了很多的戰火 他就講說你看杜秉承這個詐欺犯 怎麼時候變司法單位 不是司法單位 他講說是司法單位 接獲訊息 對啊 你講得很清楚 是接獲訊息 對啊 他說周刊騙他哪裡騙你 對啊 講得很清楚 而且他告訴你為什麼 這個什麼 偵查不公開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東西啊 我在幫許小青上一課 偵查不公開 對媒體來講 除非他是聽到裡面東西 又不法手段取得 否則司法 偵查不公開 是針對這些偵查程序裡面 負責職務的人 才要負起這個責任 媒體今天如果走在路上 對不對 突然撿到一個公文 裡面寫了很多東西 媒體沒有付那個什麼 不受偵查不公開的規範 所以他把他爆出來是對的嗎 基於公益啊 而且他很矛盾 又說偵查不公開 又說你為什麼 沒有跟我清楚說 他講的是聲文回饋 跟內線交易 你又說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就是不大了解這個東西 所以他在問你 所以許小青不要每次說 是故意把很多事情扯走 好那王毅川這個 我剛才講說 這個四方電訊有沒有 說真的 因為他今天 許小青的指控是講 5月27號那天 民進黨召開一個 內部高層會議後 裡面包括代理秘書長 跟兩個副秘書長 還有新媒體中心的主任 張賀順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王川 英國人在開的時候 那個張賀順就有一個報告 拿出一個口頭報告 就告訴你今天的資料 王毅川聽完之後 下午就在電視上報了 就講出來披露這些事情 對不對 好那現在他就開始連連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四方電訊的 那個董事長吳彥宏 就是他們講說 這就是什麼綠油油 之前就跟綠營的關係 尤其是洪其昌 對不對 問題是洪其昌 現在跟綠營的關係 也是很遠 跟他們的領導階層也很遠 那我不知道這個關係 是怎麼樣 那說真的這個四方電訊 說清楚 在藍綠時代接藍 不管他是綠營的那個單位也好 還是說他是培養資通訊人才的地方 反正今天你今天連連看 連到的這些東西的話 我希望許曉心你繼續追 我之前是說王毅 把它打起來就好了 對不對 現在不用 現在你竟然已經披露這些東西 檢調單位也要趕快調查 當5月27號那天 民進黨高層是不是有開這個樣的會議 那今天四方電訊 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去拿到中華電訊 他的一些客戶的資料 這個電腦裡面都查得到 所以如果要澄清這些事情的話 我發現我希望檢調單位 趕快去進行調查 進行搜索 不管怎麼樣 今天許曉心你講了這麼多 你引戰了這麼多東西對不對 他今天今天講說 連民進黨都被騙上車 他就的定調就是說 你杜秉承 就是一個說訪慣犯 對不對 你的惡性重大 你今天講的事情 竟然大家都來回應 我說真的 今天不是杜秉承 講的事情需要回應 所以杜秉承講的是 牽涉讓你許曉心 大家怕被你秘方咬到 所以不得不回應嘛 反而現在大家在回應的過程中 你許曉心還給回去 我是希望說 許曉心勇敢一點 繼續爆料 繼續追 對我也很清楚 我也很希望知道說 你今天講的這些東西 到底哪些才是事實 哪些是誰在說謊 不過這就要問蘇培了 這個許曉心講說 你看看 連民進黨都被詐騙犯騙到 上車了 這個到底 關民進黨什麼事 你要好好給我們解釋一下 那另外呢就是 還有一點很奇怪 這個許曉心 如果跟這個詐騙洗錢案 沒有關係的話 為什麼 這個許曉心先生的這個姐夫杜秉承 他要在這個法庭上 一再強調許曉心講的話 不可信 許曉心的為人 是你們外界不知道的 然後許曉心講了什麼 一百萬 意思就是他說謊嘛 他在撇清 他在切割 可見得許曉心講的 跟他認知的是不一樣的嘛 那為什麼在法庭上 他一直不停的提到這個許曉心 許曉心也不過 叫許曉心說吧 我是這個借給我婆婆的啊 因為他還不出錢 我借他這一百萬啊 那如果只是這樣 許曉心角色這麼單純的話 為什麼杜秉承 瘋狂的提到許曉心啊 當然是沒那麼單純啊 而且杜秉承 依照媒體的報導裡面 其實杜秉承跟這個 許曉心的姐姐劉相傑 對於許曉心的切割 是非常的憤怒耶 他們不是只有杜秉承 不爽而已 他還包含他的姐姐 對於許曉心的切割 還有許曉心的亂爆料 他都覺得不是事實耶 所以杜秉承才會在 這個言壓庭的上面的時候 才會說 他跟許曉心沒有血緣的家人 但是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會亂切割別人 所以如果我覺得他無所本 他絕對不敢講那麼多 而且他講出來什麼 他說 他說他的手上有許曉心的 一些犯罪事證 包含收受回饋 包含潛艦的聲文 包含內線交易的牽扯什麼的 這三件事情 感覺是分別的事件喔 不是一樣的喔 因為現在有一些 國民黨的人 在幫許曉心講話 他講的是說 是潛艦 然後有內線交易 有聲文 然後可是不是這件事情 不是這樣子 因為依照媒體的報導 這感覺是三件事情 對 是潛艦的聲文 是有收受回扣 對 也有內線交易 那比較好笑的是說 你看我們昨天 媒體報導出來之後 許曉心很反常耶 過去如果是這種事情 一定站出來講啊 我沒有啊 我開記者會對不對 你要怎麼問我 我怎麼回答 我沒有就是沒有 這種詐騙犯的話 你們敢信 是嗎 你敢寫對不對 我一定馬上回給你 我就說沒有就沒有 媒體報導沒關係嘛 你媒體報導 杜秉承所講的話 你講一句 我講十句 我給你回回去 對不對 結果他沒有 他昨天沒有 就寫了五個聲明 那這個五個聲明 就像剛剛大哥講的 修了四次 很奇怪 如果你心頭嚇一聲 這個很穩定的話 對不對 你做的證 做的 行的證做的直的話 你聲明一定一次到位 你為什麼要改四次呢 很奇怪 如果你心頭嚇一聲 這個很穩定的話 對不對 你做的證 行的證做的直的話 你聲明一定一次到位 你為什麼要改四次呢 對啊 寫錯一兩個字 這算什麼 是嗎 本意沒有嘛 然後晚下午的時候 還偷偷的去告媒體 所以這就都很反常嘛 再來我要講的是說 杜秉承報這個料 對於他在詐欺的 這一件事情上面 涉嫌詐欺 當詐欺的主謀這一件事情 檢察官會因為 檢察官會法官 會因為這樣子而 減輕他起刑嗎 看來是不會 因為這是完全的兩件事情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杜秉承對於 許巧欺的切割 是非常憤怒 而他為什麼要這麼憤怒 是不是過去 其實我跟你 許巧欺的話是不錯的啊 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也跟你討三天啊 結果我沒有想到 我弄爛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就給我切割 而且第一時間貼我什麼標籤 貼我是家暴犯 對不對 然後第二時間就說 你那個一百萬是借給婆婆的 跟杜秉承華無關係 然後接下來媒體爆料之後 繼續貼杜秉承標籤 說他是什麼 沒有讀書的詐欺犯 完全就是要磨無焦點 轉移視聽嘛 讓大家不要去相信 杜秉承的話嘛 所以杜秉承現在 你都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的把柄在我手上 你不知道我會煩咬你一口嗎 這個收取回饋 搞不好像將軍講的 我是不知道 這個收取回饋會不會 這個就有收杜秉承什麼 這個我是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那一百萬嘛 他特別提到一百萬嘛 是 他如果說他的回饋收受 是他有資料的 他有證據的 一個是收的他是杜秉承的嘛 收的杜秉承的回饋嘛 第二個就是收的其他人回饋 可是杜秉承知道嘛 這我們不曉得 所以杜秉承既然在嚴押亭 都已經公開講出這一件事情 對 檢察官身為公務人員 如果知道有不法 就要立即偵辦嘛 所以這一件事情一定會犯下去嘛 結果徐小新怎麼回應 就我們剛剛講的 徐小新不面對這一件事情之外 還扯什麼民進黨 全部都被騙到上車啦 我要講 詐欺飯的話不能信 但協助詐欺飯 跟詐欺飯有密切的人 的話也不能信 所以徐小新 你跟杜秉承的關係 到底如何 好像不是你過去所說的 杜秉承是我遠親 我跟他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 到底他跟你是什麼樣的關係 有多少的這個交易 或者是說你們有 到底有多密切的一些交流 我覺得徐小新到現在是沒有講清楚 然後只會用貼人家標籤的方式 來轉移焦點模糊視聽 另外徐小新對於鏡週刊的報導 其實也是 的批評也是非常奇怪的 徐小新是一個媒體聲量 非常大的立委 他通常他講出來的話 或者是對別人的批評 你看他那時候 在對潛艦進行攻擊 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那時候跟我一樣耶 都是台北市議員而已 一個台北市議員如果收到 潛艦的爆料 我跟你講要我的話 我告訴你我會非常謹慎 因為我不懂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會怎麼處理 第一個我會直接交給檢調 讓檢調去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會怎樣 我會給我同黨的立委嘛 因為我同黨的立委 才有辦法去查證這些事情 是不是屬實嘛 接下來由他去辦理嘛 可是徐小新是怎麼做的 徐小新是直接就開記者會耶 跟著開記者會就直接批評 甚至接下來是直接就說 我當選立委 因為他那時候 跟對洪泰的初選 已經結束了 他已經確定是 這個國民黨所提名的 松山信義的立法委員 幾乎也是準當選了 他那時候就說 我要加入國防外交委員會 來擔任委員 這都是非常異常的 因為我要講的 其實一般的女生 對於這些國防的東西 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你如果沒有那麼有自信 你怎麼會 第一時間開記者會 第二 你當了新科立委之後 馬上進入門檻這麼高的 國防委員會裡面去 你後面是不是有靠山嗎 你這個靠山到底是誰 是有可能是有相關的業者 還是說你真的有 這個很資深的顧問專家 而這些顧問專家 到底是誰 讓你可以這麼有底氣 我覺得徐小新 都要講清楚說明白 尤其他的這一個案件 其實都跟這個事情息息相關 所以 徐小新我認為他是不用轉移焦點 也不要模糊事聽 也不要去罵周刊 周刊現在的報導他說什麼 他說周刊 釣魚欺騙 一樣貼人家標籤 所以說進周刊就是釣魚欺騙我 所以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沒有說是杜秉承 說是什麼司法單位接獲訊息 不是嗎 不是司法單位接受了杜秉承 在研壓庭裡面的訊息 然後被媒體知道了 媒體把它報導出來 那對於一個應該要被 媒體監督的立委 媒體把它爆料出來 再詢問立法委員 到底哪裡有失檔 如果這一件事情 是發生在民進黨的 任何一個立委身上 許巧欣會用這樣子的話 輕輕放過嗎 會說進周刊是釣魚欺騙嗎 沒有進到合理的查證嗎 絕對不會嘛 所以許巧欣 你過去佛黨殺佛 神黨殺神的氣魄到哪裡去 你密歡咬住不放的 氣魄到哪裡去 講清楚說明白嘛 大家對你的查證 對你的驗證 對你的監督 就是跟其他人一樣 那如果你可以要求 其他人講清楚 那許巧欣 你為什麼不敢講清楚 不過微航 其實這個鹽壓庭 是在五月份的時候開的 那這個時間點突然爆出來 那許巧欣說 偵查不公開 好啦 假設這個許巧欣講的 也有道理 那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突然被爆出來 你怎麼看 而且剛剛這個 蘇培講到釣魚這件事情 許巧欣小心 搞不好靖州刊真的是在釣魚 不是這種釣魚 而是靖州刊還有些料沒有爆 我現在先看你怎麼回應而已 那你怎麼看 然後許巧欣昨天也很妙 第一時間 他竟然選擇 拒絕媒體的訪問人不見了 然後發了聲明 然後聲明 小心翼翼的改了又改 那照這個媒體的說法 是改了四次 那你說他不怕嗎 他說我沒有 我今天很開心 我今天要爆王毅川的大料 到底爆了什麼大料 那如果他只是想 藉由王毅川的這個事情 來轉移焦點的話 那幹嘛要轉移焦點 那是怕什麼呢 難不成杜秉承講中了什麼嗎 你怎麼看杜秉承指控的 這個潛艦聲文 收取回饋跟內線交易 可能涉及不法的這個案子 你怎麼看杜秉承的指控 剛剛講說是靖州刊爆料 但是怎麼看起來 都像是檢方放話 檢方覺得說差不多了 不要丟點料出來看看 他會有什麼反應 要注意啊 最早最早4月的時候 最早最早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不就是說 可能會有相關的消息出來 所以巧琴趕快說說 我有給那個 我這個婆婆 有些錢 事情一切事情 就是從那裡開啟 所以啊 檢方早就有人壓在手中 動不動戳你一下 動不動戳你一下 如果是檢方放的 為什麼要故意放說 杜秉承講了徐曉欣什麼 難道徐曉欣跟這個案子 有什麼關聯嗎 這個就是檢方 就是讓大家有想像的空間 我覺得他回歸到最後還是這樣啊 那檢方為什麼要放 是跟徐曉欣有關的 就是覺得徐曉欣 是不是覺得自己 好像已經過了這一關了 稍微咬咬咬咬咬咬咬 看到會不會跳 他跳起來了 跳起來去告周刊 那個告的意義不大 因為周刊有查證嘛 他有打給你嘛 其實這是告不起來的 可受公平之事啦 但是徐曉欣一定要告 為什麼不告的話 人家說喔 信息他一定要告嘛 告了之後他也可以 偵查不公開啦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我們就不討論啦 發邊犯了 我們也問不到他 你們也問不到他 好但是徐曉欣的這個格局啊 他想照四月的時候操作方式 一路把他拖拖拖拖拖拖過去 但是我認為現在比較大的麻煩是 因為是原壓嘛 原壓再怎麼壓遲早也會放出來 他要嘛是到期放出來 要嘛是剪刀官作業寫完 寫完了就直接把人放出來 那徐曉欣就說放出來 那可能就是他會覺得好過一些錯 現在人壓在裡面 當事人沒辦法用自己嘴巴講 那放出來不得了啦 放出來人家就是真正 我一開始前面講的 死豬不怕滾水塌的 這下子要湯了六回了 我就是已經人家趕快起訴了 才把我放出來 人家可以問了一切證據 都已經確鑿了 好這個時候放出來 我不把你徐曉欣拖下來 你之前在這外面一直弄我 一直講得好像我們最大二級 讓我不反過來弄你嗎 不管人家手上有什麼料啦 不管是不是有涉案的料啦 或是徐曉欣家庭的什麼 互動的這些料 人家出來沒事發幾個文章 沒事上個節目 啊你就受不了啊 這你總不能說 這個是民進黨安排的憲法 因為王國昌認為 全宇宙會運作一切都是 民進黨在背後推 那徐曉欣他還不至於敢這樣子 他還是在緊緊說 那個是大片犯 他還稍微去做一些 也盡量不要讓政黨意識形態進來 但是齁 這不管是這個大姑啦 大姑夫妻啦 或是淫於人啊 這些人如果放出來的話 我認為他們的利益不一致 可能會朝很多方向去放話 不是說他們一定會站在同一個陣線 因為檢方現在很明顯的用囚犯 囚犯兩難嘛 就是讓你們 我就讓把你們都隔開啊 看你們會怎麼放話 所以真正的放話戰還沒有開始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許曉欣惡夢才要開始喔 對等他放出來啦 他的問題才會真正放大 那包括像什麼聲文 我也是認為這聲文不太可能 但是齁 許曉欣在當上立委的前後 他到底見了什麼人 跟什麼人認識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嘛 因為我們就不是跟他同一掛了 對 跟他同一掛的人 會不會知道 會不會有當事人 出來之後就說 就是我跟他介紹的 像人家講說 無本生意啊 像這個黃國昌跟李明賢講話說 誰知道卓冠婷躲在另外一間廁所裡 都聽到了 當然現在黃國昌和李明賢還在爭執 他的LUN到底是不是比民調 我的LUN等於你的比民調嘛 就是原來廁所裡還躲了別人 對我要強調 憋尿憋酒的時候 人會進入酒醉的狀態 這個大腦會不太清楚啦 所以啊這個像類似的這一種話題性的東西 陳唐正宗對不起他的東西 我認為才是巧心之後 比較嚴苛的考驗 不過將軍 徐曉星的回憶很好笑 這個檢調趕快查 查清楚 但是我跟你們講喔 詐騙換的話 是不可以相信的喔 那你還叫檢調去查 這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昨天人突然都不見了 那今天出來的時候 我以為要他講 要講清楚了 結果呢 去扯這個民進黨政政會執行長 王毅川 說什麼你監控人民 好啦 像徐偉講的一馬歸一馬 那你自己的事情 你有講清楚嗎 而且呢 這個我覺得有點很詭異 這如果 徐曉星跟 杜秉承所涉及的這個詐騙案 是沒有關係的 杜秉承幹嘛一直去咬徐曉星 只是因為徐曉星講了這麼一句 詐騙案要從嚴辦理而已嗎 那他只是借他婆婆錢啊 為什麼他要一直提到徐曉星 我覺得這點實在是有點詭異 而且還講啊 徐曉星講這100萬是什麼 有意撇清切割 那他已經講這個100萬 你說借婆婆利息 這個你在切割喔 這什麼意思 徐曉星跟這個案子沒有關係嗎 那杜秉承幹嘛一直提到他呀 這當然喔 我們以前看過很多的案件 就是如果這個是重刑犯 在監獄裡面被被判刑呢 他想要延後一點執行 所以怎麼辦呢 一直爆料出來 對那最常見到就是死刑犯 他為了要延長他要續命嘛 對所以他就那個案子也是我做 那個案子也是我做 那個也是我做 那就開始調查 他可以續命 然後利用時間再爭取 先看有沒有再轉機 可杜秉承不是啊 他又不是死刑犯 對他只是洗錢而已嘛 洗錢最不致死吧 而且時間快到了嘛對不對 對對 不能壓多久 洗錢沒有到那麼嚴重 什麼死刑沒有啦 那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激押庭 他激押庭一直想不要被激押嘛 所以他一定提出一些對自己有利 就是說我知道都已經跟你講了 你也不要再激押我了 那要查就走法律程序 就上法院嘛 可是他卻在激押庭 希望自己被還押狀況之下 他又自己爆了一個新料 對 你爆了一個新料 那就不會把你放掉了 因為有新事證啊 那對他來講百害無遺利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唯一可能就是你知道 氣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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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其實在這個看守所的時候 他有看到很多資訊 這資訊是怎麼來的 或許是放風的時候 看電視新聞吧 也許吧 對不對 或許是聽人家講的 我也不知道 那就不爽嘛 你這個人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再怎麼樣 我也是你的親戚好不好 需要做這麼絕情嗎 對 所以說好啊 要這樣子對不對 就算我被繼續壓在看守所裡面 我也把我知道丟出來 而且他有講喔 好 詐騙啊 洗錢啊 我都認啊 他還是咬許小心喔 我都認 反正我大概也跑不掉了 我就認了 感覺同歸於盡啊 我咬更多東西出來 那你說像杜秉承這樣的洗錢的嫌疑犯 他丟出來的事情一定是對的嗎 但是你認為一定是錯的嗎 所以法官的想法就是 檢察官想好啊 你丟出來就辦啊 你丟出來就辦啊 越多越好啊 所以你說丟出三個案子 有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我個人研判 我個人自己研判啊 申文案的機率不高 申文就是這個 潛艦聲文案的機率不高 因為潛艦聲文 為什麼要有聲文 這是我問了一個 對於潛艇蠻有研究的人 跟我說的 他說因為海軍的潛艦 在下面是用聲納 在聲納 那你自己的後面的車業 會有聲音嗎 你自己聲納車到自己 不是擾亂自己嗎 所以他要把你的聲納 輸入自己的聲納資料 讓你的聲納 不會被自己的影響到 不然的話 你後面一直弄 你的聲納出去 就一直測到自己 他就把你的聲納給過濾掉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聽到別的潛艦 或是別的包含了武器的聲音 所以這聲納是目的在這裡 那誰要 每一艘船就一個聲納 你再造一艘聲納 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聲納 別的軍火商他不會要嘛 他要幹什麼 有誰會要 敵人 只有敵人會要 只有解放軍他會要 因為他可以預知偵測到 不用經過分析 這就是台灣的海崑號 所以為什麼杜秉承 報這個出來 他知道這個很嚴重 但是我想這個是假的 我覺得 我認為啦 這一樣應該是假的 因為 徐曉青行文到海軍司令部 海軍司令部說回 沒有嘛 就是沒有 當然沒有 根本還沒交船怎麼會有 這艘船還沒有交給海軍司令部 根本還沒有交接 你怎麼會有他的資料 所以這是海軍司令部 回得坦蕩蕩 你就算你跟我要我也沒有啊 因為船都還沒交嘛 船還在海側嘛 還在海側 海軍司令部怎麼會有資料 當然沒有 所以你要這公文幹嘛 這公文就是 對啊 那這公文幹嘛 想當然而 海軍司令部想給你 他當然不會給你 他想給你我也沒有啊 我也沒有啊 對不對 今天就沒有賣饅頭 你跟我要饅頭 我就沒有啊 所以海軍司令部很明白跟你講 沒有 他說你看 護身符 你看海軍司令部要 他當然沒有 根本還沒交船嘛 護身符 對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聲文資料 會不會真的有 這杜秉承 我覺得這個我是打上問號 可是他必須拿出證據來 對對對 這個我要打上問號 但是有關於收受回饋 跟內線交易 這個就比較可怕 因為什麼叫回饋 你投資100萬回饋10% 你投資100萬 我回饋你10% 這只有誰知道 只有杜秉承知道 所以他講的是回饋 不是回扣 回饋 就是你投資我10% 我回饋你 這個事情沒有人會知道 只有杜秉承知道 你查金流也查不出來 這個絕對是用非常陰暗 隱密的方式交付給他 但是杜秉承絕對都有紀錄 我是洗錢的首腦 我每一筆要跟我的 要跟我的上級交代清楚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回扣誰知道 這個回饋誰知道 只有杜秉承知道 10%的回饋 這杜秉承說過的 10%的回饋 這個事情對許小新來講 許小新他說萬一他有紀錄 萬一他有資料他會擔心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饋 是杜秉承手上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擊因素 那個內線交易 那這個就許小新說 我沒有玩股票 我沒有玩股票 股票是用投資的 不是用玩的啦 那杜秉承你沒有玩 杜秉承有沒有幫你玩 有沒有幫你做炒作 這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前面的 潛艦深文案 是拋出來一個比較 嚴重的議題 讓大家擔心 真正殺傷力重的是 是回饋跟內線交易 而這些事情 都跟金流有關 都跟洗錢有關 洗錢首腦 絕對留一手 一來保命 二來要威脅他的 這一些客戶 所以我覺得杜秉承就是 好我承認 倒是告訴你 我手上有更多 每一筆記錄 這是誰的 這是誰的 只有杜秉承知道 你沒有辦法去反駁他 因為他是首腦 所以我講 洗錢嫌疑犯的話不能聽 可是洗錢嫌疑犯咬上你 你會很痛 因為甩不掉 所以我才說 許曉欣比較擔心的 應該是這點 不過看許曉欣 今天心情甚好 她說我今天心情超級好 心情甚好 我要暴王一串的大料 是回光返照 還是物極必反 這當然不知道 或許他真的心情超級好 那也希望他繼續好下去 不過許曉欣的惡夢 會不會才剛開始 因為昨天週刊爆料之後 我們看到 有可能會添加罷免的柴火嗎 因為要罷免許曉欣的粉專 已經開張了 結果許曉欣怎麼樣 許曉欣還抱怨自己的 同黨同志 說你們這些其他的國民黨立委 應該好好跟黃國昌學一學 到底要學黃國昌什麼 不是現在只能夠拉幫結派 問題是拉幫結派 對他的聲勢有幫助 問題是對其他同黨同志 這個仇恨值一拉高的時候 大罷免朝一來的話 倒一個衰倒一個落過去 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不是還講說 黃國昌跟許曉欣兩個 有異曲同工之廟嗎 有某些地方是相似嗎 為什麼 都只有出去找對不對 我今天我找 會少數不贏 少數不贏 你看現在許曉欣又繼續講 你看黃國昌一個人 就可以面對民進黨 這麼多人的挑戰 堅持他在裡面對不對 繼續直播 繼續直播 你看他繼續直播 對所以我今天也要 抱持著什麼 靈命而死不墨而生 繼續站下去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繼續站沒關係 你們現在就是黃國昌跟許曉欣 兩個繼續薄笑下去 可是他瞧不起私習的同志 我們的人 面對民進黨霸凌 要霸凌的時候怕什麼 問題是怕當然怕 瞧不起就瞧不起 像葉仁茲現在 最近很少聽到他的消息 回去固守選區 對不對 再上節目沒關係 繼續讚 對不對 所以他 我覺得葉仁茲最近 也要演戲 對不對 我幫許曉欣在電視裡面 辯護這麼多 你就一直給他錄 一直給他錄 對不對 錄死的是我 對不對 自己沒問題 問題是許曉欣真的 真的沒問題 現在大家就開始試算了 以前是試算 孤略的算 現在開始精算 我那天在講 2024年 送信選區 許曉欣選了 你才 允許俗法 一萬三千多票 他們現在還幫你算出來 你看 那個罷免提議 只要兩千三百四十八人 因為總選區的人數 總選區二十三萬多 對不對 那你罷免連署是 人的總數是十分之一 兩萬三千多人 那現在投票 要那個選舉人數四分之一 而且要高於不同意票 當然 我跟你講 如果有到達四分之一 五萬八千多的話 當然一定會高於不同意票 所以那天只要有 五萬八千多人去投下 要罷免許曉欣的票的話 許曉欣就走了 對不對 人家就說都安心上路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五萬八千多票 容不容易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距離 依照我們每次罷免的話 那個投票率來看的話 可是你要知道 我那天講過說 當時他跟許曉欣 得票一個一個是八萬九千多 一個七萬六千多 那是藍綠對決的情況之下 是壁壘分明 那這次罷免的話 你要取決是什麼 中間選民 多少人投給許曉欣 投給許曉欣 叫做中間選民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人 比較樂觀想說 你當初只要投給許曉欣 再出來投一次就過了嘛 那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呢 問題是很多人 多少人希望許曉欣 你這種立委的那個什麼 問政方式 我值得繼續支持你下去嗎 而且之前還不是還講過說 廢洪泰的支持者廢本 搞不好也是覺得說你看 當初把廢洪泰弄下來 後來你許曉欣也不夠厲害 對不對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的廢老爺繼續出來 手要選 那我就去把許曉欣 這個半小時搬掉 所以你說很多潛在的很多因素 我是覺得說真的 許曉欣你也不是真的這麼穩 對不對 好啦那講到黃國昌 你看這兩個人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現在民眾黨就是 我們昨天不是看到很多民調嗎 整個清鳥行動 或者是那個立法院裡面的活動 現在最傷的竟然是民眾黨 那民眾黨走得死對不對 那現在藍綠雙方 又要開始下鄉巡迴獎 那個開獎嘛對不對 我要宣獎告訴你說 那個國會無法國會改革 到底是什麼回事啊 對不對 這個時候黃國昌坐不住 我的舞台在哪裡 都被你們搶光了 對啊 你落在講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 你總不能真的叫我 每天蹲在立法院裡面嘛 那立法院如果沒有開醫的話 那我還有什麼聲量 所以不行 我耐不住寂寞 我也要下去廟口開獎 真的假的 廟口開獎是不是很像 那當初阿伯講 對不對 他也要去廟口開獎 可是我覺得說真的 你要加強論述 大家講說 能夠化青鳥為小草 把這些青年的那個支持度 再拉回來的話 鋼有這麼簡單 真的 現在你下去先講 說實在話 這就是仇恨動員 青鳥化小草 第一的要件 應該就是先把黃國昌給割氣吧 對啊 不然小小青鳥變小草 那有可能 你下去廟口開獎 廟口他為什麼選廟口 因為廟口比較少年輕人 你如果去街頭開獎 我跟你講這些青鳥 搞不好就把你灼死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下去的 人家現在的藍綠動員 現在的筆籌 那你要湊什麼熱鬧 幹你黃國昌什麼事情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下去開獎 就是要綁住我的罷免槽 把對方的罷免 現在藍綠各自都在挑選對象了 最沒有問題的就是民眾黨 對啊 你八個都不分 所以你今天湊什麼熱鬧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啦 吳春城他提出一個建議說 你看藍綠街頭開獎 只是在情緒動員 對不對 要綁著那個罷免槽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不對 這個社會充滿動盪 我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舉行電視辯論會 問題是人家就虧 那電視辯論會派誰去 黃國昌 沒有 我現在就是要落去 藍綠路 沒有人要插綠 對不對 你說清楚 黃國昌剛出來辯論嗎 對不對 黃國昌來 說好 我就參加 那或許人家還會陪你玩一玩 如果沒有的話 說真的 人家幹嘛跟你辦電視辯論 我現在就是要下去 醞釀我的那個動員能力 誰在跟你在電視上 吵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無效的說法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 接下來 現在罷免槽真的是大罷免 除了之前那個謝國良之外 對不對 現在連高峰安 也想要罷免 你知道嗎 而且高峰安 其實這個高峰安的事件 我是覺得這樣分兩邊 對對 當然討厭 我之前講過新竹四人 真的也是精神錯亂 被你們這些政治人物搞到這樣 對不對 有的人愛高峰安 愛得要死 你知道嗎 有的人恨高峰安 恨得要死 我老婆是新竹人 我老婆那邊很多親戚都新竹人 他們是這樣 真的是每次這樣 很極端 真的喔 很極端 大家不敢討論高峰安 你如果高峰安 你如果高峰安 說下去走完街燒爬 這樣喔 對 因為為什麼 高峰安有的人 在我的這個鄰里裡面 高峰安如果做了什麼東西的話 尤其是那些交通 學生通學通道那些東西 如果在我家這邊弄的話 我覺得不錯啊 我就很挺高峰安 如果比較遠 高峰安我不屑 你做這些東西 我也不認不領情 我就是討厭高峰安 我就是討厭你 對 就覺得說為什麼你可以住在那個 那個回建築 我就不行住 所以很多人就 明明就住還要講一大堆 所以你看 現在要罷免高峰安 對不對 很多人就覺得說你看 現在有個那個那個 那個臨書粉專有沒有 罷免高峰安 封城安心上路有沒有 他就告訴你說為什麼要罷免他 我輪不到 輪不到 你即使一審被判有罪對不對 可是你接下來是邱城遠代理市長 那你高峰安的意志 還是直接灌測下去 也有道理喔 你高峰安搞不好變成邱城遠的背後靈 對不對 你還是在後面操縱的這一切 所以我說說不了了 所以我呼籲連署罷免你 不然我們還要撐兩年 不要 對我就眼不見為鏡 一次把它割掉這樣 那可是你看 很多人真的 我是講說罷免高峰安 真的很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很多民調出來了 你看這個是最新的ETtoday的民調語 裡面告訴你 五月甚至一月到六月三號 調查方式手機跟那個ETM 對不對 高峰安的市政滿意度多少 58.2 還有超過一半 對啊 過半 而且他很多那個戲目的地方 還甚至高差八成多 我剛才講過說 你今天如果在我這個地方 做了什麼東西的話 很多人是支持他是超過八成 尤其是交通建設方面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要罷他有那麼容易嗎 看起來好像不大容易 不一定 不一定 大家試看看 大家試看看 對不對 所以李國昌就講 罷免的時間很巧合 就是配合宣辦日期 製造輿論影響審判 真的想太多 想太多 這個司法審判的話 不會因為 而且這台北地方法院判的 你在新竹 你的輿論干涉不大我 而且說實在 法院是獨立的 我們司法獨立精神 不要受的人乾硬 兩件事 當然李國昌當然要刪拖 要刪拖 要刪拖一下 有刪拖一下 好啦不管怎麼樣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 爭議性的很大 那個叫傅崑奇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在說 傅崑奇叫做什麼 港內 國民黨內的戰斧飛彈 而且這是失控的戰斧飛彈 那很恐怖啊 對啊 超過不大嘛 那死去亂背 你去打麻煩又沒關係 可是目前看起來 他是都炸自己 黨內同志 因為人家就講 你推這些東西 國會改革的延長賽 還在繼續攻防 現在行政院提赴議案 那接下來如果 即使沒過的話 還有一個那個什麼 四線案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還在 所以很多那個 新科的欄尾就講 我好不容易 跌立把這個手臂打一次 回去養傷的過程之中 竟然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看選民都疑惑 你什麼時候才要 推動民生法案 你們打了半天在打什麼 之前不是要講說 凍結店駕調漲 蛋現在下跌了 我的菜葉蛋 為什麼也沒有下跌 我的早餐店 為什麼沒有降價 所以你的民生法案 你也稍微注意一下 對不對 那問題是我之前也講過 你復昆琦那時候 國會那個改革有沒有 大家為了你打了一次 頭部血流 那接下來你花東三法 花東三法是跟全台灣有關嗎 看起來是沒有關 我為什麼要為了你 再去打一次 對 正當性在哪裡 講難聽一點 我幹嘛陪葬 對嘛 我有什麼要替你 除非我們全部都搬到花蓮去 花蓮都獨立 有這麼多立委候選人讓你當 佛祖我幹嘛幫你打 所以大家也看 以前也太清楚了對不對 你復昆琦就是為了嘛 所以你看還有人 八重有沒有 他現在也在在地青年 要發動罷免 那問題是你看這個罷免 能不能成不知道 可是這種罷免如果如火如土展開的話 對二零二六甚至二零二八年的國民黨來講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啦 好啦那現在我剛才就講話 藍尾就講嘛 我現在用焦土政策 你們現在在點名我們欄尾對不對 真假 包括夜雲之間軟的 軟柿子你們也要吃 我們現在也要挑出綠營裡面的軟柿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反正現在就是大家要戲作一戲的 那問題是說真的 如果大家的因應策略 只不過是把對方的人罷免掉 喚起一時的爽快 送一顆這樣 我覺得這接下來 對台灣的政治走向不是一個好事 好當然這個將軍怎麼看說這個國民黨內部 真的大家對傅昆琦現在這個怨氣衝天嗎 真的要擋下這一顆戰斧飛彈是有可能的嗎 那講到敢不敢呢 就是還有黃國昌啦 因為黃國昌說 哎呀這個怎麼可以只有藍綠在那邊 這個要到各地宣講 我也要去廟口開講 那這個黃國昌為什麼要突然去廟口開講 他又不怕被罷免 就像許小新講的啊 那現在當然最有事可能是許小新啊 因為許小新現在 關於這個杜秉承的指控喔 到底會不會增加這個罷免的人 會變得更多喔 而且呢這個許小新現在突然拉了黃國昌 你們這一些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學學黃國昌看看他多英勇啊 那你怎麼看許小新的這個戰法 當然黃國昌不一樣 黃國昌不一樣 黃國昌在立法院的時候 門外的輕鳥行動的 這一些遊行的朋友們 黃國昌如果真的勇敢 我就講過他要拿一個肥皂箱 站到人群裡面來問到寶 我回答 他不是嘛 他是透過手機直播跟同溫層來做這個傳教 是跟同溫層傳教啊 他要試圖去說服的應該是來立法院外面 輕鳥行動的這些朋友 你要說服他才有用 你說服你手機裡面 哪怕是三十萬個觀眾 沒有一個是對你懷疑 或是對你疑惑的嘛 你真的是勇者 你要站到群眾裡跟輕鳥行動的朋友來說明 我相信輕鳥行動的朋友 很理智啊 聽聽黃國昌講什麼啊 你把我們全部都說服嘛 這才叫勇者 那你躲在手機後面開直播 不勇敢 可是黃國昌現在說 他要去廟口開獎喔 對廟口開獎 其實按照民眾黨來講 也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氣魄而已啦 因為藍綠都在辦 藍綠都在辦 民眾黨不能缺席啊 況且民眾黨二零二六年 黃國昌是有角色的 他不能缺席 他必須要開始熟悉人群 黃國昌雖然是立法委員 熟悉人群 對 黃國昌他動輒直播上萬 十萬人在看 可是那那是冷冰冰的數據啊 那不是活生生的人群啊 黃國昌熟悉人群喔 他廟口開獎 這些來支持他的人 裡面會不會有 輕鳥行動的朋友 如果有你就要面對了耶 如果有就要面對了耶 因為其實黃國昌 必須要要熟悉這件事 否則你二零二六要怎麼選舉 那這黃國昌我講 你說他是勇者嗎 我說他是 講歸講來也要看 他是不是真的敢去廟口開獎 對 去廟看 是不是會不會躲在克文哲後面 還是躲在其他的 這個民眾黨的朋友後面 你應該是要讓所有人問到爆 這才叫做廟口開獎 否則不是聽你講 是你講下面對話 這才有溝通的這個功能 那我再講了許曉昕 許曉昕你說 他是不是目前 真的遭遇到了蠻大的挫折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但是他的優勢就是說 距離罷免的時間還有兩百三十七天 還很長嘛 還非常的長 那麼許曉昕 這些事情跟杜炳城這些恩恩怨怨 互相告的事情 能不能延續到兩百三十七天 我覺得這是個大問號 時間是最容易考驗 人們毅力的事情 那可是如果別人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時間這麼長 要拉這麼長的時間 去做一件未來要罷免的 其實罷免很累的 罷免很累的 你要達到第一階段 然後經過驗證沒有問題之後 第二階段啟動 第二階段其實是最辛苦的 百分之十那不容易 那麼許曉昕 對許曉昕來講 罷免者會容易一些 因為她的話題太多 我們從今年的二月到現在 有哪一個月沒有許曉昕 真的沒停過 沒有一個月停的 月月都有許曉昕 等於說許曉昕出現在 各台的政論討論的範圍 非常高 從她的姐姐跟姐夫杜炳城 還有這個劉項杰 兩個人因為疑似洗錢 被收押以後 她的話題沒有停過 從家裡面到底是多少錢 借給媽媽 借給這個婆婆 然後到她這個錢是分幾次會 然後跟富邦銀行的借貸關係 然後房子壓多少有沒有抄貸 然後開始進入深水區 就是杜炳城跟她之間 到底有沒有金流的關係 然後好不容易 因為立法院的狀況起來 有一段時間是謝國良 謝國良因為三海菜糧行動壓過她 可是她也沒有消失 每一天都有 對 然後在立法院 其實在立法院 國會五個擴權法 在推動的時候 其實許曉昕是可以刻意的 降低她的聲量 可是她的個性又不能沒有聲量 她在國會五法國會擴權法推動的時候 她每一場都有聲量 不管是吹笛子 不管是吹汽笛還是蓋棉被 或者是說好無聊要睡覺 或者是拿拿旗子要去要去要去做什麼奇怪的動作 還有或是穿護膝護肘 她沒有缺席 所以說對於許曉昕來講 想要罷免她的人相對有比罷免別人有更雄厚的本錢 因為她自己不斷的在拋出話題 對 那這個延燒如果真的可以延燒兩百天以上 這個事情就嚴重了 如果延燒兩百天以上 這個事情是雷是堆疊的 跟黃國昌不一樣 黃國昌兩百天以後 就可能準備要開始選新北市長 那許曉昕兩百天以後 她可能要面對的是民意的反撲 因為她不斷的堆疊話題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許曉昕要最擔心的 那麼國民黨擔心什麼 國民黨擔心的是傅昆奇 真的要擔心傅昆奇嗎 真的要擔心傅昆奇 因為傅昆奇不是傳統國民黨的 他以前是親民黨的 然後他有一段時間是無黨籍 所以他做事做起來是毫無牽掛 我行我素 我覺得對我有利我就做 可是他現在變成國民黨的黨團總召 他不再是無牽無掛 後面拖著五十幾個國民黨的立委 還有八個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傅昆奇還可以那麼瀟灑嗎 他開始變得有牽掛 所以他的花東三法看起來 是對他絕對有利 可是對其他的國民黨 他後面這些牽掛 不見得絕對有利 所以說當他如果花東三法 推遇到瓶頸的時候 傅昆奇會怎麼辦 國民黨會怎麼辦 這就是地方利益 跟政黨利益的衝撞的地方就出現 所以很多的立委說 我們還是先討論財劃法吧 對不對 這個花東三法先緩一緩吧 其實這是非常嚴重的在挑戰 傅昆奇的銳氣 因為花東三法 對其他國民黨來講不重要 可對於傅昆奇來講 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傅昆奇的下一站 是2028還是2026還不知道 那如果花東三法推不過 進程的2026對他就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 那更不要談未來2028 所以我才說國民黨對於傅昆奇的支持 還有傅昆奇融不融入國民黨整體的運作 能不能為了國民黨的利益 而暫時吞下自己的利益 我覺得這都是考驗 那如果都不相讓 互不相讓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未來內部的分歧 開始以後這才是最精彩的 所以我說國民黨很多人講說 又又談到說傅昆奇會不會太強勢 傅昆奇本來就強勢啊 傅昆奇一直都很強勢啊 國民黨你會不認識嗎 只是因為他以前是五黨籍 他強勢是他的事 現在他是國民黨的總召 他強勢是國民黨的事 所以這考驗的朱立倫 還能忍受多久 第二個就是考驗傅昆奇 還能不能夠繼續融入國民黨 否則這一年的總召結束以後 哇很多國民黨的新科立委 是鬆一口氣 那可是如果傅昆奇沒有表示 要放掉總召呢 他要繼續做呢 那這才是國民黨未來 要挑戰的最大事情 所以我說一個徐曉昆 一個傅昆奇 再加上一個 從側面進來的黃國昌 這真的會成為藍營 這一段時間整合還是破裂 最值得觀察的大戲 不過這次要問蘇培了 這個按照風燦的這個報導 有國民黨立委說 我們現在就交土策略 要霸我們這個差距比較小的選區 是不是沒關係 我們一起換一起 我們也霸這個 你們可能比較會被霸掉的 這些立委 可是一個換一個的話 到底誰會比較吃虧 你怎麼看 光是一個徐曉昆 徐曉昆 你說這個徐曉昆的罷免 真的很難講 因為這個你之前也講 這個四叉貓 貓貓到徐曉昆家裡附近 去辦那個見面會的時候 你說搞不好真的 廢粉真的有來 那如果是提罷免的話 廢粉真的有可能會參與嗎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 徐曉昆的狀況 徐曉昆的鬧笑 他現在好像一副不怕的樣子 還罵你們這些國民黨 你們其他這些立委 有點尬死好不好 學學黃國昌 看看人家黃國昌 沒有罷免的壓力 他沒有輿論的壓力嗎 有這個壓力 你看人家還繼續直播 所以呢 我們面對這個民進黨 要罷免我們的時候 要告訴他們我們不怕 隔開起來葉元智敢講 葉元智現在怕得要死吧 然後那你要怎麼看 這個黃國昌現在講說 好他可能要去這個廟口 針對國會改革來開講 第一他敢開講嗎 他光上一個那個 資深媒體人的這個直播 現在你們的這個沖粉 就要去出征人家 吳春城還打臉 其實他是打臉黃國昌耶 吳春城說 街頭勳講情緒動員而已啊 不能把事情講清楚 不負責任 你們黃國昌不是要去廟口開講 所以你怎麼看這些 光怪陸禮的狀況啊 我先回應喔 就是風燦的這個報導 就是說要一席換一席 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罷免其實是仇恨動員 對 罷免是我一定想要讓你下來 所以我才會出來聯署 然後甚至當天投票 所以看誰仇恨值高嘛 那你包含現在被點名的 民進黨的吳思堯跟吳佩毅 他們兩個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有什麼樣的這個仇恨嗎 跟徐曉鑫避起來 那仇恨應該是徐曉鑫比較高吧 徐曉鑫不只是民進黨的人 對他覺得非常不滿之外 連國民黨自己費洪泰的支持者 都對他很不滿嘛 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以前怎麼罵民進黨的 都公民進黨出來遊行 尬小子大小嘛對不對 那徐曉鑫當了立委之後 又罵髒話又比中止 有沒有 這種不是尬小子大小嗎 而且你看上立法院 第一個跟有衝突的 就是全部武裝 然後面對陳廷飛的時候 是從後面踹他 把他踹倒 把他壓制受傷 讓他爬不起來 這所有的言論 不是都是太媚的言論嗎 請問國民黨 不要尬小子大小的 這些朋友們 你們可以同意 徐曉鑫當你們的立委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徐曉鑫在這一波裡面 他一直覺得說 我在優勢選區啦 像這種業員資產無效啦 人家說要跟你報名 你就嚇到要死 嚇到不敢說話 像我 我就出來坐 我跟你說 你不要講太大聲 因為這個貓貓 之前 上個月 到徐曉鑫他們家門口 去把那個陸權借下來的時候 讓所有的民眾 路過徐曉鑫他家 去看看都根房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這裡面有被訪問到 有一個就是 費鑫泰委員的支持者 哦 對 然後他那時候就說 我是費鑫泰的支持者 我來參加 四叉貓的遊行 是因為我不同意 許曉鑫很多的言論 哦 所以接下來 如果真的大罷免 時代開啟了 費鑫泰的支持者 會不會也站在 要支持罷免許曉鑫 要讓鬆信有一個 正常的立委的一個態度 我跟你說 你許曉鑫不要太客氣 哦 真的許曉鑫 而且這些藍粉 會願意站出來講 哦 那是真的很不認同 許曉鑫他才會站出來講 當然是啊 就我講的啊 這些人其實就是說 我最終時的就是 不可以教孩子大歲嘛 因為我選去 我選去的立委 既又罵髒話 又踹人 又打人 又全副武裝 看到誰不爽就打誰 佛來殺佛 然後擋殺神的 這種言論 怎麼會是我教孩子的態度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他真的被發起了罷免 就是仇恨動員 而這些仇恨動員 除了綠營的支持者 會出來之外 費鑫泰 當時支持費鑫泰的 這些費粉 都知道許曉鑫 是怎麼樣惡搞費鑫泰的 這些人會不會說 我要出來 出一口氣 為我費勞出一口氣 對不對 搞不好我費勞 可以重出江湖了耶 是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 許曉鑫現在搞的包含 他跟什麼 他大姑丈 社路洗錢案 他去投資都跟房 他一百萬的金流借給婆婆 借一張衛生紙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這種完全觀感不好的 我告訴你 如果現在 雙姓的委員 還是費鴻泰費委員 大家會覺得 這麼更小嗎 不會嘛 所以我覺得 這一些人如果都出來的 被動員出來的 許曉鑫還敢這麼大聲嗎 絕對不敢 所以今天許曉鑫說 拉黃國昌 你看黃國昌也有個告知 你看黃國昌 誰都敢讚 他就是敢罵 包含去上 半起斐的節目 半起斐把他罵民進黨十段 剪掉兩段 他也出來罵 你看他多有尬 這種是最好的 你就最好去跟黃國昌手牽手 這兩個人是仇恨加上仇恨 就是說黃國昌大家不要忘記 市場的青鳥 裡面有八到九成的人 都是為了黃國昌流出來 真的 所以如果你許曉鑫跟黃國昌 一起牽手 去做一些這個 所謂的接下來的 藍鳥的活動的話 我告訴你 你仇恨加上仇恨動員 我覺得對你許曉鑫的罷免 是爭天才火 所以不要打 打招啊 對啊 你不要如意算盤打錯了 我怎麼感覺黃國昌 變他的偶像了呢 黃國昌是不是他的偶像 不知道啦 不過黃國昌 許曉鑫如果揪黃國昌 黃國昌一定會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現在 最想要的是什麼 是拉住藍營的支持者嘛 對不對 所以他跟李明賢 這個我的同事 去上廁所的時候 連在廁所都要問說 國民黨會不會理讓他 對不對 之前國民黨在守這個 議事廳的 議場的門口的時候 他也去問那個張家駿啊 說你大姐會不會出來寫 就會人家是他姑姑嘛 張立善嘛 問他 所以他代表他成什麼 他非常非常的急 他因為他知道他的立委 民眾黨給他的立委任期只有兩年 他必須在這兩年裡面 找到他的下一步的政治路 而他的政治路 如果他是鎖定 新北市市長的候選人 一定要國民黨支持他 他才有可能上選嘛 那許小新雖然他的仇恨值很高 但他在國民黨裡面 有沒有支持度 有 所以如果黃國昌 跟許小新聯合 對黃國昌來講是有利的喔 因為他可以去爭取 國民黨的支持者 對他的支持嘛 對耶 所以我覺得 對黃國昌來講 他一定會這麼做 這也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柯文哲不是對於這個 青鳥跟藍鳥的行動的時候 他怎麼說 對於民進黨要下鄉 復義要下鄉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東西很奇怪嘛 你們在國會溝通好就好啦 就不用現在下鄉啊 對不對 然後黃國昌第一時間 原本也是講說 你們這個都是下鄉在造謠 對不對 然後結果現在居然講說 我們也要下鄉 我們要去接 我們要去廟口開講 廟口開講 你要跟誰合作 你是不是又跟國民黨合作 你變國民黨所有的 下鄉開講的最後壓軸者 對誰有利 對黃國昌有利啊 可是跟民眾黨 所期待的事情 是不是一致 當然不一致嘛 所以吳稱臣才會講說 你看接藍綠的街頭宣講 只是情緒動員嘛 那你黃國昌跟人家配合 是什麼廟口接講 他去廟口接講 是要把藍營的支持者 變成我的沖粉嘛 而你們這些 已經失去的小草 我已經不要了嘛 我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要變成我的支持者 我才能夠 逼迫國民黨禮爛我 逼迫國民黨 在2026年的 新北市市長裡面 會有黃國昌這個名單嘛 所以吳春晨講 這種東西就 對他來講 一點都不重要 而且我覺得 吳春晨也打到 黃國昌的臉 對 剛講的就是黃國昌 現在只要 接受媒體訪問 只要他 不如他的意 他就出來罵人嘛 范其斐就是一個例子 對 問他A 他答B 對黃國昌來講 是問他A 他罵民進黨 問他B 他罵柯建民 所以衛航 剛剛這個蘇培強 有道理 現在許小欣去拉黃國昌 你們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怕什麼 學學黃國昌 那這個 許小欣這個動作 到底是會搞死誰 到底是會對誰最有利 對許小欣本人 你拉的黃國昌 真的對你個人有利嗎 那你怎麼看 而且這個 其他國民黨立委 真的要學黃國昌 學了黃國昌 下場會怎樣 不過當然啦 那現在的這個罷免 我們看到大罷免 實在來臨之後 幾個這個縣市長 躺著也中槍嘛 除了謝國良 現在連高鴻安 躺著也中槍了嘛 要罷免是不是 高鴻安也可以先來了吧 不用等到明年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好那個 許小欣的部分 我們先做一個釐清 這個講說 費紅太的人馬 到底會不會出來 扯他後腿 這個 因為我就在選區裡面 我認為選區裡面的人心 還沒有那麼快浮動 但是見為之助 我想在台北市混的人 應該都知道 老費最擅長的一點 就是幫民眾報稅 今年許小欣成立服務處 大家都說 許小欣要開始報稅了嘛 錯 我看到接起老費一波的 也是我們突發奇想會來的好朋友 詹維遠 是他去接起老費報稅的這個一波啊 奇怪你許小欣到底負責哪一個部分呢 許小欣告媒體已經來不及了 你如果不去做選民服的話 你能不能正確掌握基層脈動 那許小欣他之後會不會累積起這麼高的在地的不滿程度 我覺得還是他會不會把他的罷免推高的一個關鍵 因為他就是愛秀嘛 愛秀的過程中只要罷免方一直強調這個加為一支作秀 選區的事都沒有弄 不管是各式大小一般的社會那種 居民常會有的地區型的服務案件 或者是一些選區關切的大型議題 如果他都沒有打一天到晚都要打高空 我是覺得不妙啦 也不是跟黃國昌學不學習的問題 他自己就會把自己搞得很不妙 好 然而呢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新竹又再次越上反面 7月24號高鴻安要宣判 當然市議會正好也在質詢期 大家就去問啦 那昨天爆出來的就是啊 你當初找那個大聯盟的那個產物專家來 說挖土回去有沒有驗 那當時說在台灣驗 還要送過去美國驗 最後呢民進黨的議員質疑啊 這個是不是一直都放在那邊都沒有驗 當然啦新竹市在我們說有啦 反正反正土是已經有驗了啦 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說這一個棒球場 這個真的是我涉及案件 為什麼 因為之前來的舊市府的時候 林志堅市府的時候 我就去那邊直播過了 然後後來高鴻安市府的時候我也有去 原來都是一樣難 高鴻安那個草還長得更長 重點就是疏於管理 這是一個事實 前市府有問題 你現在市府有解決吧 也沒有 這就是新竹市最大一個痛點 我們現在有 時代力量在那邊 有一個議員 專門就是天天都在盯這一點 就是包裹棒球場裡面的土 各式各樣的那種管理 到底什麼時候要維修 真的是在行政流程上爛透了 這樣子所展現出來的其實就是高鴻安 特別在公務方面他真的很薄弱 然而他畢竟是做媒體宣傳起來的 所以很快的我們就會看到 新竹市府發了一份新聞稿 講一個媒體的民調 一般市府發新聞稿 通常是原考會做一個民調 我們自己做我們自己民調 我們滿意度很高 好這份民調 由ET Today民調雲去做出來 然後在ET Today民調雲上面 本身看不到這份民調 那這個我們就說他到底委託人是誰 那他的題目設計呢 哇他說高鴻安市長支持度 或六成肯定 這邊有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什麼大陸交通安全 同學步道進程專案 校園建設環保ESG 哇滿意度進八成奇怪 你問的問題滿意度都八成 最後市長支持度六成 邏輯到底長在哪裡 好這個題目是不是刻意設計 那他的這個六成出處到底為何 但是後續的罷免呢 我認為這個操作會追起來 為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人 叫黃宮國昌 他最近因為尿尿事件 可能新北會絕望 怎麼辦 哪有還有什麼地方是又香又甜 可以去 不就是這裡 他會不會跑去這裡 我必須要說啦 以前他的人馬還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木桿常委 偷偷來問我說 欸你覺得國昌選新竹怎麼樣 喔 我說支持他可以啊 我講得很大聲 他把他噓 不要講 不要讓人家聽到 好像搞得多偉大 你去參選 然後天下就此底定了嘛 所以高宏安 與其做這些宣傳 不如想一想 你有沒有一個盲刺在背 去問一問柯文哲啦 現在柯文哲覺得他背後癢癢的 到底是被誰用什麼東西堵住呢 大家好好想一想 另外來看到曾經富可敵國 甚至比這個王永慶的台塑集團 更有錢的星光金控 這幾年一直傳出經營不善的消息 甚至還說呢 把這個信義區的這個組產 都給敗掉了 而這個前董事長這個吳東靜呢 現在更因為設備 所以被檢方要裁定一億元這個交保 那是到底怎麼回事啊 先跟各位說 星期二早上整個消息就在飛 發生什麼事呢 據傳是檢調衝到了整個 星光金的大樓去 就在台北車站前面嘛 那個時候市場就在說 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 然後之後就有人去說 是不是調查局 確定不是調查局 那是誰呢 會不會是黑金主 也不是黑金主 後來確定的是檢調 發生什麼事呢 正常來說這是一個老案子 發生星光金控是一間大公司 星光金控下面有星光人壽 有星光銀行 有星光產金 這個就是其他的一個子公司嘛 那星光金的前董事長是吳東靜 然後呢 他之前我們都知道 星版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結市寶 很漂亮 他那個是自己買地自己蓋上來的 很漂亮 但呢 前董事長吳東靜呢 在2019年到2021年期間呢 第一個他挪用資金 去做了一個產後的一個護理之家 然後做了產後護理之家之後呢 他就開始在裡面 加了整個上億元的一個工程的一個預算 那工程的一個預算 這個很多應該是樂齡宅喔 因為之前有跟人家說 我就捐一些樂齡宅 那我整個整個公設可以拉高一點嘛 結果呢他們說 這裡面有很多是你們的星光金控的員工 星光醫院的員工 星光保險的員工 可以無償使用 所以呢 無償提供利害關係的 整個所謂的企業使用之後呢 造成新售的損失接近1.5億元喔 那這件事情呢 後來保險局說這件事情 他們也知道 所以全案朝保險法 特別背信罪來做整個偵辦喔 想不到呢 無償提供利害關係的 整個所謂的企業使用之後呢 造成新售的損失接近1.5億元喔 那這件事情呢 後來保險局說這件事情 他們也知道 所以全案朝保險法 特別背信罪來做整個偵辦喔 想不到呢 後面整個吳東進董事長進去之後呢 吳東進董事長今年79歲 進去之後呢 單單為了一個保 單單為了一個交保金炒翻天了 為什麼呢 史上最霸氣的一個人 你知道他說 多少錢要交保1億元 他說我自己會 他說我要自己會喔 然後那個檢查 那個交保的人就跟他說 不行啊 你要找保人啊 你要找保人啊 後來他就找了保人喔 然後找了保人之後呢 後面就拖了比較長的一個時間嘛 結果拖比較長的時間 之後呢 開始整個我們看畫面喔 畫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後面就四個保鏢在前面 一直頂一直頂 然後因為這是非常大的案子嘛 尤其我跟你說喔 台灣根據證券交易法 因為我本人過去二十多年前 考過分析師啦 台灣根據證券交易法 你只要不當所得超過1億元以上 算是所謂的重大刑案 然後你的交保金又到1億元嘛 過去趙騰雄就曾經是來到1億元嘛 所以後面呢 我們就可以發現那個場面很混亂啦 第一個保鏢非常的強勢喔 猛推記者啊 所以畫面非常的一個混亂 大概這麼混亂當中呢 後來董事長就上車了嘛 就回家啦 好不回家這件事情就先到這邊 但沒有想到呢 大家往內一看之後呢 發現 星光金過去富可敵國耶 是啊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我們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喔 星光金其實在幾年前曾經有一件事情 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後面這件事情呢 財經傳媒的謝金和謝老大 他在個人臉書上就說喔 2021年的第一季啊 劇傳啊 吳東靖有跟王雪紅吃一頓飯 然後吃完一頓飯之後 他就很贊同王雪紅啊 就說喔你太有理念了 你們要做國家品牌的手機等等的 可是那時候宏達店股價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 然後呢他就說好決定買 先跟各位說喔 星光金控的董事長不能夠決定公司 要買什麼股票 對啊 正常來說是要由投資長匯集了 所謂的投資的一個報告之後 做成一條一條的條列寫成投資報告 一半陳列在整個所謂的主管機關 另外一份再來做 這是標準程序喔 好買進六千多張的宏達店 一千多塊之後 股價跌跌到一百多塊啊 後面受不了咬牙喊出賠了六十億 哇這樣賠了六十億呢 幾乎損失了兩棟辦公大樓 這是謝金河謝社長說的 而且還形容是兩棟摩天辦公樓啊 講句實在的真的是摩天辦公樓啦 就快賠得起啦 好這個是前金管會的主委 這個黃天木喔 2020年星光人壽九月十五號 遭到金管會縱罰兩千七百六十萬 同時要求星光人壽董事長 吳東進的董事跟董事長 職務要停職到任期屆滿喔 期間不得支付相關的報酬及福利 所以呢 黃天木前主委打這一拳 是打得非常量重的喔 那簡單的說他們希望什麼呢 他們希望他們能夠按照法規 對啊 要按照法規 那我們說按照法規是最基礎的吧 對 是最基礎的吧 可是呢我們說星光的一個內鬥 就是一直內鬥吧 為什麼呢 這個是國內最大的一個週刊 他就說過喔 原來啊 在之前臺股第一次上萬點一二六八二 那時候 臺灣第一首富國泰蔡萬寧 臺灣第二首富想不到就是所謂的星光 那時候呢 他們就想說奇怪了 他曾經比王永慶還要更有錢啊 怎麼會淪落到成為唯一虧損的一個金控 現在臺灣的金控全賺錢喔 只有星光金是賠錢的喔 而且現在是主管機關一直沒在收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是 他的整個資本氏足率一直不夠 那一直要辦憲徵啊 可是一直辦不起來 辦憲徵就一直辦不起來 這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星光金控了 我們現在先把這件事情先放那邊 因為這是現在新聞最熱的一點 對不對 沒有想到呢 整個後面還有所謂的案外案 很多人都去過臺灣的星光三月百貨 對 星光三月百貨在臺灣想當當 為什麼呢 過去好的時候 營業額超過一千億喔 這兩年因為電商比較流行 所以他們的營業額現在大概在八百億左右 百貨是由誰呢 百貨是由吳東興跟他的兒子 吳新達跟吳新楊他們共同來持有的 但呢 星光他們家是交叉持股 那我們簡單的來跟各位釐清一下 吳東興董事長是誰呢 吳東興董事長是吳東進的爸爸 吳伙斯的阿伯 所以簡單的說他們是新竹人喔 星光在新竹一直很有勢力喔 他們就是新竹八基的嘛 後來到臺北來嘛 所以吳東興的爸爸叫吳金師 吳金師 那為什麼要從這地方開始講呢 因為後來吳東興董事長 你知道他在過世之前啊 他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擔心說未來會有產權之爭 他還花了他整個手上 所有的現金兩億五千萬 去買星光金的股票 然後呢結果呢想不到呢 後來吳東興回到天家去 2020年回天家之後 真的開打了 整個網內開打了 所以吳家第二代就互鬥啊 第三代的整個接班就卡關了 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國內另外一家週刊上面說的喔 2022年6月 百貨的龍頭星光三月 爆出副董事長的一個爭奪戰 為什麼呢 吳東進本來他是不參與經營 那不參與經營他就說 我是原始大股東啊對不對 所以他向堂職啊 他向堂職包括了吳新達跟吳新娘 直接開戰 然後開戰完之後呢 據傳呢 整個股東會開了三場喔 激戰了七個小時喔 那個時候台新金的董事長吳東亮就說 哎呦 吳東進你怎麼可以搶江山佔位子呢 這個是直指他們的工作 人家一輩子都在整個星光三月裡面做 然後呢他突然間要出來想喔 然後後面呢這件事情是 日方後來就當了董事長 吳新娘當總經理喔 副董呢現在還是沒有共識喔 所以根據周刊的一個說法是 放心關集團已經正式的一個分裂 簡單的說 過去不可敵國 可是現在怎麼可以經營成這樣子呢 看到昨天那個狀況 好多人都說 這個家族怎麼這麼有錢啊 一億元居然護頭說 我要自己護 各位沒有錯 他是夠有錢 但星光金現在所有的股東 這幾年的經營績效 大概看到這個事件 可是笑不出來啦 有錢 有錢